我的想法來告訴大家 我有兩點 一個是水的問題 一個是法的問題 我想剛剛看過那個簡介之後 就是法理情理法從情來感動我們 那如果說一個只是醜陋我改善它 我就可以從都市計畫法裡面去要求變更 然後我想現在政府官員 我想很多地方都可以變更 那現在都市計畫法抬頭 包括施大夜市 包括最近我們社區有所謂住宅區 有中央主張的問題 只要一旦跟都市計畫法有衝突 它絕對非猜不可 所以都市計畫法是意識抬頭 那我想在這個變更裡面 你們也是在都市計畫法裡面去爭取變更 那如果剛剛我看的影片裡面只有醜 只有醜跟改善就可以來改變都市計畫法 我覺得好容易 那我覺得以後在各個地方的土地投資 大家可以努力 那基本上我就不稱什麼慈激 我想沒有政治立場 我就稱這個土地上的業者 那業者剛剛在說明這個水的問題 那沒錯這個水源是不同 但是沒有 你們沒有跟我們說明 我們的水的出口在哪裡 我相信大家很清楚我們水的出口 不管我們這裡的水系從哪裡來 水的出口都要到大湖 再走到基隆河去 我們出口基本上是同一個出口 那剛才從 剛剛從那個簡介裡面有很清楚 我們那個裡面那個塵沙 只有十三萬立方公尺的一個蓄水量 那那個水是不容忽視 那麼這邊 業者這邊說的 他蓋的一個這個蓄紅池只有兩千八百立方公尺 這是外面的 但是我們這邊兩邊的水通通要走個同一個出口出去喔 到時候水一定會來的大雨造成出口上的擁擠 誰的水先出去 外面的水先出去 我們的塵沙池就慢慢的等 等到他煙蓋出來出不去了 那就再煙一次吧喔 那這是出口的問題 那我另外還要再請教就是說 你四連六公頃的開發 然後把這些土全部都挖掉了 如果印象 如果印象 都沒有記錯的話 在你們計畫書裡面也有提到 這個整個挖掉的地方含水能量是四萬立方公尺 那四萬立方公尺挖出去了 只有你蓋個兩千八百公尺的一個蓄水量 那你還有三萬多的水到哪裡去 如果今天我們一個花盆喔 如果裡面有泥土 你浇花那個水就在泥土裡面 但是我如果這個花盆喔 我把土拿掉了喔 那個水不會不見啊 那個水就在那個花盆裡面 所以基本上這個水的問題 我覺得業者並沒有去解決這個問題喔 那只有告訴我們 我們的源頭前後是不一樣 但是出口 畢竟是同一個出口 我想這個要在地居民去思考一下 我們裡面十三萬 外面協物只只有兩千八 我想這個嚴重問題 大家必須放在心上 謝謝 好 要幫我們避下一個高 好 這個年輕人已經先舉行